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两个不好的消息 第一个是关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消息 大家都知道深圳是一线城市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 也是中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 深圳的房屋的价钱 那是在全国是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的 如果深圳的房市量价起涨 那就说明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红火 如果是深圳的这个量价其跌 那就说明全国房地产市场大势不好 那今天早上就看见一条奇怪的消息 说是深圳市的这个房地产管理部门 还有统计部门 现在已经停止公布深圳房地产的这个平均成交价钱 和总的成交量 那市政府的这个职责 他就是要给公众或者是一些这个房地产买卖的人 要提供他们关于市场的准确的信息 全世界的这个政府都是这么做的 深圳市政府过去也是这么做的 那现在呢 全世界政府还在继续这么做 但是深圳市政府突然就不干了 这就好像是大家都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 但是呢 他们突然把灯给全部灭了 那买的人你不知道买的是什么 卖的人呢也不知道收了多少钱这个买卖怎么能继续做下去呢 现在这个深圳市政府为什么会这么做 为什么要隐藏这些重要的市场信息 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这个信息啊 对政府非常不利 就是深圳的这个房市 量价其跌了 而且跌得非常的厉害 我有个深圳的朋友去年呢 就开始卖房子啊 在深圳 开始呢 是想以市场价格 平均价格卖出去的 但是呢 四个月都没卖出去 后来呢 降价超过20% 才终于脱手了 那当整个市场 深圳市的房地产市场都是 这个卖家呀 都是这么一个心态 那这个房市啊 那就算是完蛋了 深圳的房市完蛋了 其他这个全国其他的那些 一二三线城市啊 那肯定会跟着完蛋 肯定会进行恐慌性的抛售 那现在呢 实际上很多四五线城市啊 房价早就完了 早就垮了 那两个月以前 东北的这个鹤岗 已经出现了300平 300块钱一平方米的房子 那类似鹤岗的地方啊 在全国这个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还有不少 北京上海过去一年多以来 这个虽然没有出现 大的大幅度的这个房价下跌 但是成交量啊 是已经跌了三四成 那也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有价无市 那现在深圳又传出来这样的坏消息 那深圳出现大跌 那就说明了 中国的房市已经到了全线崩溃的时间了 深圳房市量价其跌 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彻底崩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的关注 因为绝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呢 那他们是把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放在房地产上面 房地产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财富存量 房地产市场垮塌之前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采取措施 才能够把损失减到最小 那有些人可能还有这样的迷信 说这个中国的房市永远不会垮 因为过去二十年 中国的房市一直没垮过 一直在涨涨涨 那过去没有垮 所以今后也不会垮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逻辑是错误的 正是因为过去二十年 它一直在涨没有垮 正是因为当初涨的时候就不合理 所以今后和现在才会跌 涨得越狠 涨得越快 跌得就越狠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 中共就搞所谓的土地财政 就是把土地垄断起来 高价卖出去 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 然后呢 推高了这个房地产价钱 让房地产成为整个经济的火车头 过去二十年以来 中国这个GDP发展呢 很快 大家都认为这是外贸出口的功劳 其实错了 大家去查一查相关的数据 一定会发现了 房地产行业的贡献的GDP远远超过外贸出口贡献 讲数据呢 大家可能这个 不愿意听我们来讲个故事啊 所以两个同学 一个炒房一个开工厂 二十年下来啊 炒房子的成了亿万富豪 开工厂的呢 欠债 跑路跑路了啊 逃跑了 确实是过去二十多年了 很多人靠炒房子发了大财 因为房价一直在快速的涨 只要把钱投进去 傻子都能够赚到钱 那么这个房价为什么过去一直在涨 它是靠什么涨起来的 我们全民共振的这个团队的周成峰啊 过去他当过房地产公司的高管 所以说呢 他对这个行当非常熟悉 我跟他聊了一下 他打了个比方 就把这个问题啊 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啊 比如一个地方啊 每年需要一百万斤的大米 刚刚好够吃 而这个市场的这个供应量呢 也正好是一百万斤 所以又可以自由买卖 这个时候啊 粮价就会非常稳定啊 一块钱一斤 这个时候啊 就有一个大恶霸啊 过来了 占领了这个地区 垄断了这个地区的市场 大米供应啊 说啊 大米不许 今后不允许自由买卖了啊 所有的粮店都必须到我这里来批发 而且呢 还要净价来批发 那净价才能卖给你 这个时候啊 恶霸就留下了十万斤 只拿出九十万斤来拍卖 这个时候粮店老板也没办法啊 粮店他要是没米 就不能做生意啊 就只好大家 那竞相出高价来买这个过去一块钱一斤的大米啊 张三出一块一 李四出一块二 王二麻子啊 就出啊 这个一块三 你看看 这个恶霸就是用这种方法 用更少的米赚到更多的钱 那没有钱的普通老百姓呢 他也不得不买米啊 他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去买米啊 不吃就会饿死啊 而那些有一点多余的钱的富户啊 他们一看哎 这个米价上涨了 这个是很好的投资啊 他们也开始买更多的米 囤积大米 那一块五买进来 就想等着三块钱的时候啊 再卖出去 那这个里面 整个游戏里面赚的最多的是谁呢 赚的最多就是大恶霸 那他赚的最多 但是呢 他还假装正经 他说要把这个啊 这个米价上涨的责任 推给那些粮店的老板 说你们要有良心啊 不能够囤积 不能够卖高价 现在这个恶霸就是政府啊 粮店老板呢 就是房地产商 而买粮食的老百姓呢 就是广大的房奴 90年代早期的时候啊 土地的这个使用权呢 是买卖双方可以自由转让的啊 后来呢 90年代末期 这个政府发现了 土地是个聚宝盆 他们就下令 所有的土地 必须得经过这个土地储备中心啊 才能够挂牌拍卖 而且呢 他们还控制这个投放量 那看着中国的这个房价呀 就迅速涨上去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中国其实呢 他们一点都不缺乏这个居住用的土地 中国人口虽然很多 但是人口密度啊 在全世界并不是算是很高的 还有很多国家 比中国的人口密度高 比如说像日本 韩国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都没有发生居住用地的危机 中国怎么会有这种危机呢 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是因为中共政府 他们是要通过这种手段 来收夸民众的财富 大家要知道 大家花钱买房子 其中有70%的钱呢 都流进了政府的手中啊 这些钱 一部分是共领导干部贪污挥霍啊 另外一部分是养活政府 党政机构和庞大的公务员体系啊 第三呢 就是要让民众啊 要处于防炉的状态 这就是商军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弱民平民之术 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有利于统治 但是现在这条路啊 终于是走到尽头了 房地产市场要垮了 大多数中国人呢 只有一套房子啊 房地产升和跌 对他们影响不大 而且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根本就没房子 房地产跌了 对他们来说啊 还是好事 但是呢 也有一些中产阶级啊 还有一些土豪啊 中产阶级几套房子 土豪有几十套房子 现在啊 大家就要快点想办法 快点出手把房子卖了 有可能的话 换成外汇 换不出来的就买黄金 继续投资房地产 一定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 那今年这个2019年呢 对中国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年份 流年不利 那不仅仅是经济严重下滑 很多人要遭受这个巨大的经济上的损失 而且现在啊 气候天象都出现了异常 三四月份的时候啊 各地严重这个钢旱 很多地方发生大火 四川的一场森林大火 还烧死了几十个消防员 那六月份的时候 北京出现了这个奏昏的现象啊 就是白天突然就变成黑夜了 那现在呢 全国有四百多条河流的这个水位 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根据气象部门的这个预报啊 中国从东北一直到西南这些地区的几乎是同时进入啊 这个汛期出现大洪水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如果仅仅是天灾大家还可以应付 只要中国人齐心合力啊 用现在的这个科技手段啊 应付天灾应当是没问题的 但是最麻烦的就是啊 人祸还非常猖獗 比如说各地的这个水利工程 要不就是年久失修 还有一些呢 就根本就是豆腐渣工程 洪水一不来的时候 之后大家看不出来洪水一来就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两年之前河北邢台一个大水库泄洪当地的官员 完全是视人命为草芥 居然没有通知下游的老百姓啊 就开始泄洪了淹死了好几百人 网上看到那些灾民的尸体啊 这个照片啊 让人呢真是又痛心又气愤 但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三峡大坝 现在长江流域已经进入了汛期 长江和各条支流的水位啊 都在警戒线以上 而这个时候呢 又偏偏传出了三峡大坝扭曲变形的消息 又传出了三峡大坝 根本没有通过竣工验收的消息 所以怎么能够让人不担心呢 我老家是在三峡大坝下面呢 几十公里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很多亲戚朋友还住在那 那一旦三峡大坝会低了 那我真是不敢设想这个后果 巨大的洪水 滔天洪水很快就会冲毁我们那个地区 冲到江汉平原淹没洞庭湖平原 湖北湖南两省最密集的啊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恐怕很少人能够幸免于赖 然后呢 这个洪水还会一路向东流啊 和长江其他的支流的洪水汇河 一定会吞噬啊江西安徽江苏这几个省份啊 人口稠密的地方 这将是中国人的一个劫难 面对着这么一个巨大的危险 很多人呢都有一种无力感 大家都会感觉到没有能力对抗这个天差 没有能力啊 推动中共政权去做一些有效的运作去消除隐患 绝大部分人呢会有这种无力感 这个时候就更需要有胆识有担当的人呢 这个时候站出来 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些有胆识 有担当的人一定要站出来领导民众展开 一方面呢是把大家组织起来啊 把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组织起来 大家抱团自救 大家啊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啊 储存好粮食 然后准备好一些逃生的用具探讨 大家一起探讨应急的措施 那另外一方面呢 要领导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法 要求政府公布三峡大坝的真相 要求政府与联合国的这个合作啊 彻底的检查三峡大坝的安全性能 中国人呢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不自救就等于是自杀 所以说啊 大家一部分人啊 必须得采取行动 组织和动员民众进行自救 中华民族才能够自知死地而后生 我们全民共振团队和海外一些华人朋友 大家一起发起了一个请愿活动 针对三峡大坝问题的请愿活动 我们在白宫网站上面向美国政府请愿 要求请求美国政府敦促联合国派遣水利专家 到中国去检查三峡大坝的安全性 因为这个三峡大坝是关系到几亿人的生命 这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这是关系到全人类的事情 我们要把这个请愿的这个要把它推广开 我们把这个请愿网址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面 希望大家都去签名 而且希望大家尽力传播 好了今天呢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